在印度传统婚制上,新娘出嫁,需准备丰厚嫁妆与夫婿,因此,家境一般的女子,要密得好归宿,并非一世当地,一名亿万钻石商富豪有见及此。 过去十年,认了超过三千名女子,做干女儿为每位干女儿准备最少约十数万元丰厚嫁妆,只为这些女子们能拥有一段称心如意的婚姻。 这名富翁在今年圣诞前夕,又为二百六十一名干女儿,举行盛大婚礼,他更表示我很幸运,因为我有一个挖钻石的富爸爸,我也想这些女儿还跟我一样。 Mahash在过去十年来,认了超过三千名干女儿图片来源。 影片截图综合外国媒体报道,四十八岁富翁Mahash在印度从事钻石贸易生意,身家估计于数以亿计Mahash素有国民干爹之称。 原因是,他自2008年起,唯一三千一百七十二名女子举办了婚礼Mahash会先任这些女子做干女儿,在为她们准备接近十数万至二十万元的嫁妆,让她们得以拥有美满婚姻。 Mahash会有此行径,是由于他过去目睹远房亲戚过世后,两位女儿的婚事,意见快将告吹。 为帮助这些无法负担经济压力的可怜女子Mahash每年都会任三百至四百名女子做干女儿。 每逢年尾便举办大型集体婚礼期间,设有歌舞表演和流水席。 不少受惠女子在婚礼现场感动落泪。 图片来源影线截图,Mahash除了会负担婚礼费用之外,更会向每对新人赠送全套家具,同时为这些女子投保以正习婚后人身安全。 令不少受惠女子在婚礼现场感动落泪。 据报,在当地时间2018年12月23日,Mahash再度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体婚礼,当日共有261名新娘。 第三个小品牧场的小品牧场等于无疑人制作人。 务 1954的小品牧场。